慈濟基金会即将推出情形颂的中古演艺 而第一次的肢体课程 最近就在三重园区来举行 有800多位的志工参加 他们未来都是社区演艺的种子 当中还有高龄82岁的影法志工也来参加 816位志工为七月吉祥乐 勤行颂 中古演艺进行第一次肢体课程 3 2 3 转 2 3 4 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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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这样你就不会甩 早在四月份就参与慈濟五十周年庆的徐国晃 在台上示范 他说透过不断练习 法入心 体重则减轻三四公斤 所以我们与这个金氏法脉情形道 传承法随 红试验 慈濟中门 人间路 碑制双印 无量心的一个洁心 来做这个传法的动作 这样子 三十桃鸡超渴 人间路 悲似双明 无量心 撒马步 跨弓箭步 转换的时候重心要改变 因此暖身伸展肌肉十分重要 诀窍得亲自学习 马来西亚酒人团专程来台 歌词里面的很多的意境里面 是一种可以让我们所有师兄师姐 能够更记得 向人想要传给我们的是什么 好 敲 耳聪慕明学了三个月大鼓 八十二岁的黄虎龙 慈濟路上勤精进 也把演绎当运动 中古在任何宗教里是必被仿器 佛教中古生是对人的尊敬和祝福 也是为社会传递祥和气息 大约新闻知识美之工 红乃文 孙慧明 台北报道